我这个真的能变色啊 本期视频我们来看一下 WATOX猛龙牙系列BB47变色龙幻影大师 这也是我期待了很久的一款产品 外观造型方面 无论是三角形的头部 卷曲的尾巴 整体的身形都拿捏得很到位 材质方面采用了大量的透明件 虚实结合 不愧是幻影大师 而且这款还充满了诸多的玩点 首先为了还原变色龙的变色能力 蓝色部分会感闻变色 在温度达到35度以上 会慢慢褪色直到消失 我这个有点意思啊 把热感用的恰到好处 接着突出的眼睛可以独立转动 很有灵魂 各个角度观察猎物 那安诺头部两侧 一瞬间弹出舌头捕捉猎物 舌尖有一个孔洞 配合着带的两个昆虫配件 摆个小场景相当的nice 瓢虫还可以装在它的身上 这事态找死吗 前后腿的造型也不错 尤其是与握住树枝的脚趾 做得很到位 卷曲的尾巴是软胶材质 很Q弹 可动性方面 那除了躯干还是固定死的 其余部分的可动幅度很不错 摆出变色龙的常见动作 完全没问题 这次的特点是树枝支架 通过侧边和匣子相结合 支架上有很多的可动点位 这里还有一个5毫米的接口 可以外接本系列的其他支架 六片叶子可以任意的结合在树枝上 最后把重量级的变色龙装上 就得到了一个小场景 变形方面原理很简单 就是把身体打开 然后把头部 四肢和尾巴收纳进去 包裹起来就可以了 但是这一款的小细节非常的多 不过变形的难度 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复杂 前腿的根部拉开 然后整体按到这个位置 前腿弯曲 卡上 脚趾插在头部的下侧 翻开侧面的盖板 左右结合 头部和前腿就收纳好了 接着把后腿弯曲 往内翻折 前后腿通过这个卡扣向结合 爪子翻折到内侧 尾巴从根部翻折进来 头顶这里盖上 侧边翻开 包裹住头部 这里翻开 包住身体 卡扣结合上 OK了 变成方块以后的造型 并不是四方四正的 而是一些弧度 大面积的感纹器在同一面 一方面是很漂亮 另外变色以后 又有了不同的感觉 这次带的珍藏卡片 内容也是虚实结合的 补食场景 整体玩下来 生动的造型 巧妙的玩法 再加上变色的设计 真的优秀 就是158元 加30元的特点定价 大家能接受吗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 我志简元大鹏老师 好朋友们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再见